安慕之下 鸳血流离 取打成招 不得已 经苏州一城 知公十万 知积万丈 日出万筹 五中昌门 翠袖三千 黄金百万 五更事骨不绝 四时方言不同 然 自近年以来 天时不济 私价飞涨 名声困顿 又有酷吏 巧吏 几乎名色 千豹附加成冲 虚意百端磕索 民多破产求托 满城骚然 市井萧索 有轻颓之忧 岁有人门沈氏 宜孤若女子 凯然以旧氏为己任 合纵无中商谷 屹立苏州制造总账房 上连俱逝 夏季生民 富以旧贫 宽以寄集 由此 江南百万 九历私桑之农 积淀十万制造之功 捐筹燃整 踹房炼房之民 无中商门 天下四惠万商 皆得其利 皆扶其人 皆称其义 然 有苏州库吏 怀豺狼之幸 饕餐之心 胸脚贪暴 欲夺人事家业 遂极无其以赴杀夫 酷为之用 行为之网 三目之下 冤血流离 驱打成招 不得已 而自服其罪 然 自古上天一期 夏民难虐 天地 虽一时而会 日月 有重光之名 苏州外民闻词 愤然而起 辅老邪幼 激昂大义 几乎奔走 行长 哭声震动天地 骂声不绝于土 满城骚然 又摇动之事 省府闻辩 推案重审 其其冤于窦鹅 名大义于昌门 义父遂得其所 万民遂得自安 经国家 以苏 松 长镇等地 约其土地 无一省之多 而既其赋税 时当天下之伴 又其中大伴 皆出于基柱 实为国家之根本 苏州私业之萧条 实为国家大害也 苏州之众 私业之众 众于泰山 库立不明天时 不识人和 不念天恩 因怀鬼绝 无垢良善 脏汇无度 时国之大贼也 下民意虐 上天难期 行伤虽负 上寿天恩 下寿民养 当出涕自省 以民生为生 以民念为念 终日前前 西涕入力 为戒后者 乐时已尽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